這個有沒有可能?也有可能 所以怎麼辦呢? 一般是這樣 做好一個之後 就把這個 複製 貼上 這邊改成 3 再貼上 改成4 這要改成4 OK 那這樣就可以有三個房呆了 對不對 應該就比較不容易做錯了 但是還有沒有其他可能性?當然也有可能 比如它裡面如果沒填資料的話 有沒有可能 像這個我們還沒有防到 沒有防到什麼? 就是說 啟動的時候 像剛剛有同學 直接按新增 一定掛掉 為什麼?因為 它裡面假設我這邊 直接跳這邊 有沒有 形態不符 為什麼形態不符? 因為 你的 裡面是沒有東西的 對 如果沒有東西那一定就跳離了 所以怎麼辦 可能上面還要再一個判斷 如果裡面是空的 那就要再判斷一次 所以 恐怕 當然這個 表單裡面要讓它完全做到完全沒有 錯誤發生 是不太可能 不過你盡量就是說 想到然後就是去 防止它錯誤 所以如果像剛剛 如果它沒有 沒有輸入東西的話 你就是 再一幅 一幅什麼呢 假如 其實可以拿這個來改 假設你要防止它 這個 Ctrl C 如果它這個裡面的東西 等於什麼 等於沒有東西 就這樣子 然後就是 請輸入 什麼呢 請輸入資料就可以了 請輸入數字 然後 這個就不用了 SET FOCUS 那當然如果你有三個的話 你可以比較聰明的做法是 用 或 Ctrl C 中間就是因為有三個吧 所以這邊就 偶爾 那這個 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3 然後這邊再 一個 或 如果 這邊改成4 這個也就是說 如果這三個其中有一個 是沒有輸入的話 好那你就是 油標放在上 這就不要 SET FOCUS好了 反正就是 讓它自己知道 請輸入數字 那你 你也不知道 到底哪一個沒填 那這樣的話呢 如果你這樣來執行的話 比如說它沒填 按新增 有沒有 請輸入數字 也不會有錯誤了 有沒有 像剛剛同學就因為這樣關係 就會 跳出什麼形態 什麼形態不符之類的那個錯誤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避免掉很多錯誤 其他的話 如果你可以想到 像這個 這個也要判斷 所以這個應該也要 所以123都要判斷 那你就是 請輸入資料 反正就是 確定它一定 有錯誤 OK 所以大概我們 總結下來就是 應該 這邊前面再多一個 變成說123 請輸入 資料好了 反正這邊的話 就是 OK 第一個是 先判斷有沒有填資料 一定要全部都填 第二個就是 如果 2 那當然你有3 就是把它再一個 4 所以會有 一段 兩段 三段 四段 這樣我想程式應該就 比較OK啦 來 這裡的話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待會的話 這一段程式 我看再把它 放在雲端上面好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了 然後 你可不堵 多看 我 還要 馬交 雲端 ああ 對 雲端